再來我們關心一下國際大事 馬克宏跟蕭茲 還有四國領袖要到基輔去訪問 展現令庭烏克蘭的決心 到底這場烏二戰爭 什麼時候才能落幕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國際新聞主播若宜 好 面前來看到最新的畫面 是法國總統馬克宏 還有德國總理蕭茲 義大利的總理德拉吉 他們是昨天一起從波蘭搭上火車 前往基輔來訪問 那麼在現場同行的最高的這一位 是羅馬尼亞的總統尤漢尼斯 四位領袖抵達這個基輔之後 就一起來和澤倫斯基會晤 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 那麼這一回呢也是俄羅斯2月24號入侵烏克蘭以來 到訪的真正目的是否是要來勸響呢 好 為了要化解這項疑慮 意大利的總理德拉吉 他在前幾天的時候就表示說 盡快展開和談是很重要 但他強調這個談判必須要在烏克蘭認為 可以接受的條件下再來進行 基輔當局則是希望德國法國能有更具體的行動 比方說像是提供更多的先進武器 來協助他們對抗俄羅斯 俄羅斯這一方面 克林姆林宮也有回應 他們表示這四位領袖 應該藉機和澤倫斯基 有務實的評估戰局 而非討論運送更多的武器到基輔 那麼四國領袖訪問基輔之後 今天美國白宮的發言人 面對記者提問時是表示 拜登對於烏克蘭的立場不變 澤倫斯基是民選總統 只有他才能決定烏克蘭如何結束戰爭 一起來聽 好 焦點在轉往美國 美國國會去年1月6號的時候是發生了暴動事件 那麼國會聽證會正在調查當中 美國的前副總統彭斯幕僚指出 前總統川普曾經多次的施壓彭斯 要來推翻2020年大選的一個結果 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彭斯 他同時也身兼是參議院的議長 他和國會議員是聚集在國會大下 準備要正式的確認 2020年總統大選就是由拜登勝選了 但沒有想到之後國會就發生了暴動事件 那麼特別委員會的前三場聽證會 委員會會蒐集證據來證明 前總統川普努力推翻敗選的結果 形同犯法並非是常態政治 那麼去年前總統川普在華府集會上頭 1月6號這一天對支持者發表講話之前 曾經在電話裡頭火爆斥責前副總統彭斯 也成為了國會暴亂事件 眾院特別調查委員會公開聽證會上的一個焦點 那麼包括了川普 他的長女伊凡卡在內有多名募集證人 都對川普在電話當中 對彭斯說話的用語跟態度都深感驚訝 根據今天聽證會上有播放的 爭議電話相關的證詞 當時川普是要求彭斯在國會開會的時候 要把選舉人團的結果退回各州 但是遭到彭斯拒絕 他的理由是法律共識壓倒性的顯示 副總統並沒有這麼多的權力可以這樣子做 還有多位目擊者是指稱 川普當時是相當相當的憤怒 就連川普的前助理盧娜也作證指出 記得自己聽到了當時川普 是用了懦夫這個用詞來批評彭斯 另外一個焦點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專欄作家羅金 他今天在華盛頓郵報上頭投書 是以這個大陸軍事擴張逼近危險 臨界點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指出亞洲越來越多人擔憂 大陸大幅的擴軍很快就會成為這個軍事區域的霸權 那麼這個也恐怕因此壯大膽量對台灣發動戰爭 羅金還說北京有意仿效 俄羅斯用這個核武當作要挾 嚇阻美國干預台海 他引述這個美國高階將領 形容2020年代是令人關切的十年 指出大陸可能不久就能夠超越這個美國 成為亞洲的軍事霸權 羅金表示這個上個星期 在新加坡舉辦你的這個 香格里拉對話安全會議上頭 就可以感覺到這股急迫性 三天的這個對話討論下來 與會者是普遍認為大陸積極在未來幾年 要成為亞洲主導軍事力量 若成功做到的話 恐怕將會動用武力來征服台灣民主 羅金就提醒這個美國前印太司令戴維森 去年3月就曾經指出大陸犯台 未來6年是關鍵 2027年是習近平第三任期的最後一年 所以這可能是他個人心中統一台灣的期限 這是今天羅金的投書 接著來看到是彭博引述了華府人士的報導 說拜登跟習近平很可能會在今年的夏天來通話 事實上從今年3月兩人通話之後 美中一直處在高度緊張的關係 那麼拜登的官員是努力安排他們兩人再通話 賢見拜登有其必要之處 而美國通膨創下了40多年來的新高 聯準會大幅升息三馬來應對 不少國家的央行也陸續跟進 引發市場投資人憂慮 經濟是否會衰退呢 美股四大指數今天同步重挫 道琼工業指數收盤之後更是跌破了3萬點 美國聯準會宣布大幅度升息三馬隔天 美股一蹶不振 三大指數開低走低 道琼工業指數暴跌741.46點 跌幅2.42% 標普500指數同樣重挫123.22點 跌幅3.25% 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 跌幅超過4% 大跌453.06點 專家分析原因在於市場憂慮 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我們看到未來市場的市場 會有一個劇情的轉移 瑞士和英國16號跟進宣布 各升息一馬和兩馬加距市場疑慮 這可能會引來反效果 拖累全球經濟成長或步入衰退 不過美聯社記者指出拜登盲點 他表示選民感受到的是 每天面對的高昂物價 因為通膨使得消費不斷增加 而就在聯準會聲息通天 彭博引述華府人士報導 美國官員正在安排拜登和習近平 今年夏天通話 而先前蘇利文和楊潔篪的盧森堡會晤 也被認為與習拜會面有關 這個風險不僅存在 還會隨著美大稿以台制華 台灣當局大稿以美謀讀 而不斷升高 蘇利文16號表示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沒問題 美中關係的挑戰 在於北京在台海越來越頻繁的威脅行動 美國駐中大使博恩斯更直指 美中關係處於50年來最低點 原因在於北京行徑 美國一方面希望和大陸 能夠保持開放溝通管道 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強調美中對抗 矛盾作法讓外界摸不著頭緒 美國面對嚴峻通膨取消部分對大陸加征的進口商品關稅被認為有助於改善經濟 但美中關係卻處在50年低點 而拜登7月將前往中東 為油價高漲尋求解放 他宣布尋求連任 但民調低迷 眼下的當務之急 就是在其中選舉前 解決美國經濟問題挽回推市 記者 劉嘉宇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